剪影流年 情之翩翩 聞風望月舞動人間 少年心對靈彎故意 左右千山伴水朝起 江山巨鎮帶回號的筆 離秋冬終歸埋怨春芳 那將來從萬山中 山石金玉將流動 中山烏龍獨卸上 與風俱浪成長風 江山巷穆相攘 新生真夸天下莊 青皇孔賜一黃金 沾起重重至今王 才一百個字便寫錯了十七個 左手 右手留著寫字 自己去找人上藥 明天若還是寫成這個樣子 就不是失誤劫持了 兒子告退 小殿下 來人 快帶小殿下去上藥 好 是 殿下又去姐姐那兒了 鼎娘娘 殿下現在是屋房 殿下 殿下 宣 清君都衛府 左衛指揮副使 朱仙 是 陛下 臣告退了 好 清君都衛府 左衛指揮副使 朱仙 參見陛下 寫朱仙上殿 參見陛下 韓國公 奉太子令 卓臣已備好監獄 護送韓國公歸府 這可不行 絕對不行 唉 這可不行 有什麼不行的嗎 你是他的老師又是他的前輩 朱仙 臣在 好好護送韓國公 路上走慢點 是 臣 謝陛下 容恩 你 你是過了花甲的人 怎麼勞動你 朕心裡頭不安 臣告退 來人 宣太子 是 是 兒臣的面積 正因為蘭玉是國妻 那更應該要賞罰分明 真要是聽了韓國公的 寬縱了蘭玉 那可真是 當著天下臣民的面 打了太子這張臉 是 父皇 韓國公老了 開始犯糊塗了 許叔叔 重掌率應 中樞省的事務 案例他是不能再接了 中樞省裡 應該再補一個人進來 你有人選了 御史中城 劉姬 劉伯溫 這事先放放 聽說曾壽下午找你去了 是 他找兒子幫忙 說幫他姐姐辦些家當 家當 映川侯府 贖錦 二十匹 宋國公府 尚好金器 二十三劍 永家侯府 翡翠玉器 八劍 吉安侯府 遇弥勒佛一尊 平良侯府 香金西角壁 二十枚 大姐 一定要這樣嗎 反正 我是想不出什麼別的法子了 不過 想來這位叔伯 也不會和我計較的 誰讓 我是個沒有見識的女流呢 徐家妹子說 這些既是各位公侯 送給她和四弟婚事的賀禮 那便是他們二人之物 與為國公府 就沒有半點干系 既然不是為國公府的東西 自然就要搬出去 免得被人夾帶了去 夾帶了去 嗯 夾帶了去 為國公府 你分家擔過啊 你說這樣的主意 他是怎麼想出來的 只怕 四弟的府邸 才剛開始營造 不妨是 讓營造 提舉司多派人手 你告訴他們 什麼前殿后宮啊 能放的放啊 能緩的就先緩一緩 先把這個庫房給朕蓋好了 這可是朕的兒媳婦 放提舉的地方啊 是 你告訴他們別給朕省錢 把那個庫房啊 剪大點 結實點 是 為國公府啊 再過些日子 怕是還要有東西送過來啊 是 徐天德呀 徐天德呀 這麼精明的閨女 你說你是怎麼養出來的呀 父皇 兒臣還聽說 徐家妹子 還當得了徐叔叔的家 是嗎 徐天德呀 沒想到啊 你有此當痛巧 只怕 將來這不僅僅是 徐叔叔一個人的痛巧 怎麼講啊 您想想看 這麼一個聰明能幹 又有主見的媳婦 老四 他拿得住嗎 燕王俱內 這可不是什麼好名聲 不用管他 反正朕得了個好兒媳 你得了個好弟妹 咱家接了門好親家 老四那臭小子呀 讓他自修多夫去吧 是 父皇 老四可有消息 達嗎 笨獸笨腳 連我們家的粗屎丫頭 手腳都比你麻利些 你都從她出來當大頭兵了 你們家還請得起粗屎丫頭 有啊 我媳妇 你还娶得起媳妇 疼有媳妇 这个美啊 就是小了点 等我这个仗打完了 我领了赏金回了价 差不多也该原房了 到时候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我买他一头牛 这是他你按摩地 都完美 喂喂喂 至于吗 说两句就说不得了 公主 我都亲见了 那小子就是个无赖 走 咱回去 不就是欠他一条命吗 属下还给他便是 张志愿 我来帮助他 不是因为他救了我的命 而是因为 他替我额级伸张了公道 若不是因为他 男贼现在还心爱李德 坐着他的大将军 那我额级死也不会明末 他这份恩情 他这份恩情 要我怎么还 我都心甘情愿 不用了啊 我的伤好得也差不多了 也不用别人伺候了 你赶紧回自己这样秀一句吧 你真的好了 不信啊 不信那我给你看看啊 你干什么 给你看啊 无赖 公主 公主 你怎么了 真有欺负你了 公主 公主 大将军 亲兵朱四郎求见 传 是 仗前亲军朱四郎参见大将军 有事 丙大将军 标下的棍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该萧教回账当职了 不认识吗 又我挨了四十军棍 委屈吗 委屈 可是再委屈 大将军也得给将军们一个交代 我一个小兵 大将军要是因了我的主张 已经扫了将军们的面子 如果再不惩罚于我 将军们怕就要对我起疑心了 这时候身份败露了 舅爸在军前要待不下去了 还算明白 起来说话吧 是 来得正好 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那个 阔阔家的女孩是你抓来的 可是军中不能带女眷 你想如何处置他们 送回南京去 南京 送到南京秦王府 交给二嫂 最事妥当 秦王 你不想再去 带好了吗 父皇今日是要降召吗 京城之内 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 还有那些年长的王子啊 亲王都要上朝 看这阵势 恐怕是要宣麻拜相啊 拜相 不管我们的事 你看我 真是贵人多忘事 忘了跟你说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前几日军报上说 这徐叔叔在吐拉河 抓到了旧兄家的大丫头 海别 她怎么样 你放心 好得很 一点事没有 散朝之后啊 我去找母后 让她在父皇面前求求情 等徐叔叔回来了 就把你的大侄女给带回来 你放心 既然是你的侄女 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 臣妾谢过殿下 一家人客气什么 回屋去吧 天气炎热 我很快就回来 你们下去吧 告诉我们在程艺伯府和胡威庸府上的人 让她们盯紧了 朱皇帝要选择新宰相 跑不了这两个人 嗯 迟到了 来 包扯吧 包扯吧 包扯 好嘞 昨日公里产出消息来说 好 今日陛下 要大败崇明 哦 真是流济 你 都说呀 关心则乱 你也是个聪明人了 娶娶一个县位 就看不明白了 老想过世夏 你别以为陛下 是念旧 陛下是让老夫啊 给他们提个醒 不要以为有了丹书铁券 就可以让陛下网开一面 没有丹书铁券的侯爵的脑袋砍的 有了丹书铁券的 也不一定砍不得 老夫回去以后 就给朱梁祖堂了几个写信 让他们上标请罪 请罪 请什么罪啊 老相公 陛下让朱仙送牢 这些人出来 自然是陛下要提醒各位诸侯约束家人 家人不法 除非是请多良田还能有什么 这么多年哪 总算老夫 没有白教你啊 还有啊 还有 老夫啊 给你道喜了 胡大人 道喜 不是留机 可陛下明明在敲打我怀袭的文武啊 陛下要敲打的 是我怀袭的武将 既然是要敲打武将 自然之要先褒奖我怀袭的文贯了 我怀袭的文贯了 提携之恩 唯用莫持不忘 从今以后 唯用为老相国马首实战 你是过花甲的人 这么老冬年 朕心里都不安 朕心里都不安 什么叫为老相国马首实战呢 你给我记好了 你我都是陛下的臣子 头上的一片鲜 只能是陛下 唯庸禁忌 奉天承运 皇帝制曰 朕闻至君为善 府得在何 必似三台之名 用增九鼎之重 乃眷公彩 坐于良弊 忠书参之正事 胡闻雍 清识雅量 公文茂学 禀忠义之规 弥禅奸险 挺松云之操 宁宜�遂寒 宜成刺剑之戎 世允击穿之望 可忠书左成 散观如前 亲哉 臣临旨谢恩 臣临旨谢恩 奴婢在 教仪鸾丝 准备车马 去成义伯府 是 先生 太子殿下 陈刘基 拜谢太子殿下举荐 先生 先生不必多礼 来 先生请 太子殿下请 请 请 先生莫要挂怀 父皇选胡为庸 不过就是在大战期间 安抚怀惜罢了 先生败下 是迟早的事 多谢太子 书臣直言 如今的这个忠书生啊 那就是一口大棺材 奴婢参见太子殿下 什么事啊 殿下 陛下有旨 请殿下御书房见假 请 陛下 太子到了 散了朝也不打个招呼 就跑到成义伯府去了 咋的啊 是怪朕事先没跟你商量啊 儿臣不敢 不敢才怪 儿臣只是不明白 父皇要用胡为庸 是因为他资历尚浅 还是因为他是怀西人 既是因为他是怀西人 也是因为他资历很浅 好的 你说得没错 论功论德论能 刘博文都当得起这个佑丞相 可是你想过没有 刘基去了中书 那易水台又该交给谁 啊 朕又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功劳又大 又不为权贵的御史忠诚去 放那儿 放那儿 老大 你是龙凤元年生的吧 回父皇 是 龙凤元年 洪文雍啊 是那些人里资历最浅的 都是那年跟着朕 朕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日子 经常想起老人来 华云 耿在城 朱文迅 都是早早跟了朕的 可是连朕登基那一天都没看到 父皇 还有跟着刘伯温一起投奔朕的 折冬的叶臣叶父子 朕在了乱兵手里啊 至死都不肯背叛朕 朕派人去找了几次 连个尸首都没找到 老大 朕老了 朕不想让自己的老兄弟们再为难 也不想让你的将来太为难 只要他们脑子不过分 朕真的 不想再穷救下去了 就算是 就算是 你的这个老父亲 求求你来不行吗 留几个人啊 将来啊 又陪着朕一块说说话的 他 葛城 父皇 爹 我都叫爹了 叫爹好啊 你刚才去刘伯温那儿 他怎么说 是 话不好听是吧 行了 说吧 他说的再难听的话 朕也不是没听过 刘先生说 中书城就是个大棺材 朕就知道 这帮浙东父子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他还说朕的凤天殿像座庙呢 刘先生还说 还有啊 先生还说 朝局不稳 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 古今皆武 父皇的措置他全明白 刘先生 刘先生 十大敌 有机器 减肥 撤 刘先生 我给大元齐王帐下万户乃而不和 奉大元齐王之命 拜见大明大将军 齐王要与本帅交换俘虏 是啊 我家大王愿用三千名奴 换回我家福利公主 我不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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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言大胆 好 成交 大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不可 万有之前空获便曾提出与我军交换俘虏 末将如约与他换人可挡来的 却是他的大军 大将军 原人反复无常 不可亲信啊 是啊大将军 不能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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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信 谢谢 回去告诉你家大王 三日以后 本帅与他在拉鲁魂河换服 谢大将军 四本 你怎么想 阔阔的算盘 打得精明啊 大将军 他的女儿落到我们手里边 已经这么多天了 他早不换服晚不换服 偏偏这时候换服 这里边必然蹊跷 大将军您答应了他 那我军势必要派兵到 拉鲁魂河 对 拉鲁魂河去换服 那他大可集中兵力 在我军大营和偏师中 择翼而机 大将军 当时您要是不答应他的话 他无非就是派个人来 白跑一趟而已 这事儿确实蹊跷 柯军在外 立在宿战 我们来做客的都不着急 他干吗那么着急啊 他约的是三天后 让我们等 可是本帅不想再等了 这样 既然猜不出来 咱们打上门去问 传令下去 咱们淫末造范 某处出发 邀请援军答应 你来啦 你磨刀做什么呀 去宰你爹呀 你 开玩笑 又在胡说 有件事跟你说啊 我要走了 走 走去哪儿 什么时候走 我日后这么深 你们的大将军 要把我送到 南方的大明京师去 我哥哥在哪儿 其实是好地方 不过有机啊 他姑娘啊 那他 岂不是肯叫我叔叔 公主 你真的要去金灵啊 蓝贼在哪儿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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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远 公主 你看 走 驾驾驾 驾驾驾驾 驾驾驾驾 起来 没事吧 走 那 幼游七战队 冲击 Hola 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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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阿哥 九四郎 九四郎 别走急 王武清 别管他了 跟我走 你傻了吧 跟我走 走啊 大头 一 二 二 你 大王 让末将上吧 再有一刻 末将定能取权那贼将李文生的手机 能再给你一刻 那他就不是取杂了 杀 杀 今日不能跟魏国公把酒一醉 时事今生憾事 后队变前队回赢 是 还真是看不出一点破绽 这阔阔还真是个帅子 这一局散打平 收拢溃足 撤军 是 管家一路可还顺利 挺好 这是诸位公侯啊 对燕王的一片心意 都轻点轻点轻点 小心点 小心点 怎么样 工程进行得顺利吧 还算顺利 那就好 那就好 大姐 这桩麻烦算是了结了 咱们家的算是了了 别人家的咱们管不了 也不用去管 那些叔叔伯伯 怕是要骂你的了 他们要骂便骂吧 赫里是送我和燕王的 这话 可是各位叔伯自己说的 既然已经是我的东西 那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谁又能挑出什么毛病来 我听大姐的 大姐 增少 大姐 你在大都督府 有没有燕王的消息啊 大姐 没事 我就是随便问问 大姐不必担心 那虽是沙场 但有爹跟曹过宫在 就是王宝宝 又能占得什么便宜啊 再说 他毕竟是皇子 爹难不成 还让他上阵厮杀去啊 快看 care 走 体中 手 去 摆 是 阔阔 王宝宝 是齐王 是 齐王跟陛下 跟元主有过芥蒂 当年惠宗皇帝在位是 大明天子给惠宗的示号是顺帝 你接说 是 当年阔阔曾拥兵护送元主回大都 当时的元主还是太子 这途中 元主想学唐宿宗 让阔阔 让阔阔 拥兵一顺地移位 阔阔没答应 盛勇 说点本帅不知道的 是 齐王 跟辽东的开元王 不合 说好了三十天 三十天之后又是三十天 你们辽东的兵马 是爬着来的吗 将军 乃而不化 回去 告诉你们开元王 覆巢之下 从无晚暖 别老想着 以临为贺的主意 便是本王不计较 陛下那里 他又如何交代 是 下去吧 下去吧 哪儿不化 牟匠在 陪本王 出去走走 是 你是不是也觉得 本王 也该撤军了 是大王 那哈初 那就是个 喂不熟的狼崽子 他说的话 末将是一个字都不会写 还有 大王 王廷就在我们身后 那些朝廷里面的权贵们 有几个 能像大王这样 真正把复兴和大元 放在心上的 那诸皇帝的大军来了 我想那些权贵得有一半 偷向那些明军 令牧富贵 末将 现在只担心一件事情 王爷 你身在前线 万一 有个好态 你说的都对 但正因为如此 我王 更要打下去 大王 江南丢了 我们可以回到中原 中原丢了 我们可以回到大都 大都丢了 我们回到上都 上都丢了 我们又回到了墨北 若是墨北已丢了 我们还能去哪儿呢 所以这一仗 必须要打下去 必须要打下去 而且要打赢 只有这样 族人们 才能激起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 赛万业战 是我们唯一 击败徐达的机会 若是让他回到了长城后头 那还会有谁 能击败这位魏国公呢 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 当初 不该过分联系海滨的样 大王 若是那时候舍得他 吃下耿炳门 撤五千惊奇 到如今 也不会打得这么艰难 世上 世上 到底是没有后悔的药啊 大王 别打得这么艰难 三月春一天 浓烈月亮 七月起初染黄玉佳阳 十月秋如飞花蜜情长 一月一时起伏起梦想 淡淡夜来 映人举归言又成行 随随竹烟此就灭 泪烟在相望 光阴似千 人间沧桑 春秋寄往平安乡 天地有心 飞云落雨去 又见江山有情 时莫荣枯云 碎末的众声响起 游几东风宽宜 成废墟 人间有意 牛鼻墨痕迹 纵然世事无情 难尽如人意 太古的风 吹起 吹一丝水流年 花落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